普京一声令下 军工进入总动员 俄罗斯的困境比中国还危险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 武武器生产必须实现100%国产化 并下令国防产业提高产能供应前线部队 种种迹象表明 俄罗斯正在进行国防工业总动员 而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应对 即将进一步激化的俄乌局势 俄罗斯之所以会认为 俄乌冲突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主要原因在于乌克兰东部四周的 卢干斯克、顿涅茨克、 科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 即将举行入俄公投 这场公投和14年的克里米亚公投一样 一旦通过 就算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不承认 俄罗斯也会以此为依据 像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一样 出兵占领这四个地区 将其从乌克兰的领土中剥离 同时 从俄罗斯的法理角度上来说 如果乌克兰继续对这四个地区 发起攻击 那就是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攻击 虽然俄罗斯在俄罗涅瑞州 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设施 已经遭到过乌克兰的攻击 但俄罗斯仍然有可能 以此为借口 进一步扩大俄乌冲突规模 克里米亚半岛曾多次发生爆炸 以此遭到乌军攻击 不过 就算俄罗斯不主动扩大冲突规模 东部四周的独立公投行为 也不会被乌克兰当局所接受 乌克兰很可能会为了宣示主权 而发起大规模反击攻势 考虑到在哈尔科夫反攻中 俄军已经暴露出了 几种兵力不足的问题 如果乌军反攻规模 扩大到东部四周的话 俄罗斯想要抵挡 就只能依赖火力上的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 普京会对国防工业进行总动员 并要求武器装备 完全国产化的原因 因为在经历过希尔九科夫改革后 俄罗斯大量先进武器装备 都使用了进口自西方国家 尤其是欧洲的零件与子系统 例如T-72B-3坦克和回旋标步兵战车 使用的炮手热成像仪就是法国货 而PH-101巡航导弹 则有多达35个美国芯片 这种在军用武器装备上 使用进口零件的做法 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在遭到欧美制裁后 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供应出现问题 俄军之所以在俄乌冲突中 仍然使用T-72与T-90等主力装备 而没有投入T-14坦克 回旋标步兵战车这些新一代主战装备 就是因为这些装备被打坏了 俄罗斯都没法修 所以根本没法投入战场 此外 导弹也因为用一发少一发的缘故 导致俄罗斯根本不敢敞开了用 以至于俄军对乌军纵深目标的打击效率较差 给了乌军集结反攻部队的机会 普京动员国防工业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不然的话 没有火力优势与兵力优势的俄军 很难在局势计划 乌克兰大局反攻的情况下维持战线 当然 想是一回事 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一来是因为此时 距离东部四周的公投开票 只剩下不到一周时间 此时动员多多少少有些晚了 等到全国产的俄罗斯武器装备 送到前线部队手里时 黄花菜都凉了 二来是因为俄罗斯替代产品的性能 有些一言难尽 就算成功替代了进口产品 武器装备本身的性能也会受到影响 例如俄罗斯在2020年 成功研发出首个国产冷却式热成像仪 但该热成像仪的分辨率仅有32万像素 而同时期中国出口的冷却式热成像仪 却有130万像素 自用版甚至能达到700万像素 从国产替代产品的性能角度上来说 就算俄罗斯完全实现了武器装备国产化 习惯了使用进口产品的前线部队 会不会买账都是问题 与俄罗斯相比 中国在国防工业自主化的问题上 需要务实的多 虽然解放军的许多先进装备也是进口的 但我们不仅会想办法争取实现进口装备国产化 也没有落下国产同类型装备的研制工作 例如在解放军引进苏-27后 我们不仅实现了国产苏-27 极尖11战斗机的量产工作 还同时服役了国产的尖式战斗机 用双管齐下的方式 在提高中国空军战斗力的同时 还实现了空军战斗机完全国产化 那位伟人曾经说过 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之所以会执着于自力更生 打破封锁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曾在冷战期间 遭到美族双重封锁 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清楚 国防自主化的重要性 而现在的俄罗斯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些 或者说克里米亚危机的例子还不够深刻 所以才会忽视对国防工业自主化的建设 以至于在遭到西方国家封锁 并面临了比中国更严峻的困境后 才想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不过 与未与筹谋多年的中国相比 临时抱佛脚的俄罗斯 能否真的解决这个问题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新了 俄罗斯征兵三十万 全国总动员 在这个冬天 一举打垮乌克兰 这会妥妥的了 理论上 普京可以立即征兆200万大军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月21日发表讲话 宣布要在俄罗斯进行部分动员 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普京首次公开讲话 普京还说 西方目的是为了摧毁俄罗斯 并将乌克兰人民变成炮灰 我们的目标则是解放顿巴斯 首先是征兆预备役人员 俄罗斯近五年来的预备役人员数量 为200万者 意味着俄罗斯完全可以 可以将军队人数扩充至310万人 即使不是全部征兆 俄罗斯也能招到50到60万预备役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说 俄军将首先征兆30万预备役 昨天俄罗斯国家杜马刚刚修改了刑法 规定预备役人员 如果胆胆在国家征兆时不返回部队 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这是一项关于逃兵 开小差 预备役 军事动员 战场投降的惩戒措施的刑法修正案 俄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已经于21日审核通过 修正案包括 俄军士兵在战场向敌人投降 十年有期徒刑 如果投降的同时还被确定为叛国罪 刑其加倍 拒绝参加战斗行动的俄军士兵 指合同兵拒绝上战场 十年有期徒刑 俄军士兵在战场上当逃兵 开小差 十年有期徒刑 预备役人员被国家召集 但未能到达部队的 十年有期徒刑 这项法案的出台 是因为目前俄军有大量拒绝上战场的士兵 也有大量前线合同兵提出解除合同拒绝参战的 以前的法规有一些漏洞 合同兵居然可以拒绝上战场 只是按照合同违约处理 现在就可以判刑了 普京在讲话中宣布 俄罗斯支持顿巴斯 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居民 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决定 如果并入俄罗斯的公投通过 那么就相当于在俄罗斯本土上发生了战事 俄方就可以将义务兵和预备役派上战场 此外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 安德烈卡尔塔·伯洛夫说 在局部动员下 有一些地区可能要实行戒严 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尼洛夫日前发出呼吁 倡议普京总统领导下的统一俄罗斯党党员 以及俄联邦各级议员机构的三百多万人 要挺身而出 站出来 踊跃地参加俄军 他是在杜马审议惩处逃兵和战场投降的刑法修正案时 发表上述倡议的 他呼吁统联邦和地方议员们 俄党的干部和党员们 拿起枪上前线 去乌克兰战场为自己的国家战斗 为俄罗斯老百姓做出表率 树立榜样 不过 搞合作社可以 欠我家的牛不行 欧乌战争 实际上 在俄罗斯主流的社会的反响并不强烈 因为战争伤亡的士兵大多数来自于偏远地区 俄军募兵的待遇不可谓不优厚 出境作战的今天 都有没有近20万卢布 折合2.2万元人民币 但此前 俄罗斯主流社会里 真正愿意参军报国的还是不多 俄军想尽了办法募兵 但效果都不好 大家都是云支持 现在 俄方要征召预备役 征兵信 可能随时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居民头上 这就不能忍了 静静地口头的云爱国不行吗 为什么要上战场 在俄罗斯宣布总动员以后 俄罗斯股市以大幅杀跌来回应 9月21日 俄罗斯MOREX指数一度跌超10% 创下2月下旬开战以来的最大跌幅 俄罗斯RTS指数的盘中跌幅也超过10% 昨晚的莫斯科红场也很热闹 一些莫斯科居民晚饭吃生到了 在红场上溜弯消食 一边溜腿一边高喊 不要动员 普京去打仗 强力机关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真理说服 最有意思的是 佩斯科夫的儿子被恶搞 他拒绝服兵役上战场 俄罗斯政论节目主持人 德米特里尼佐夫采夫 在大众政治直播节目中 假装俄军方人员 给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儿子 尼古拉打电话 告诉他需要在第二天10点钟 去入办公室 并接受体检 并且询问是否将他填报为志愿者 尼古拉直接拒绝了 他是说 您知道 我是佩斯科夫 很特殊的 保卫祖国 我是毫无问题的 但我可以其他方面去做 这里有政治方面的细微差别 开什么玩笑 尼古拉是大名鼎鼎的官二代 怎么能去前线当肥料呢 他在英国长大 经常乘坐私人飞机 环游世界 在莫斯科还拥有顶级豪宅 天花板式的事业生活圈子 这样的贵公子能当后才吗 应该在更关键的岗位 为祖国做更重要的工作 卡尔松州和扎波罗热 如果进行了公投 那么普京发动此次战争的 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导义高度 就完全下降到水面以下了 这种公投显然是对联合国宪章 和国家基本准则的践踏 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承认的 中国也绝不会承认 俄军征召的这30万人 短期内不太可能充实到前线 而且动员起来的 也有很大一部分 低于后勤和技术保障工作 其中一部分给前线的部队 和编队提供一定的补充 因此 俄乌战场会有一个多月的安静期 俄军在等待人员和力量的补充 战争已经打了近七个月 乌克兰不讲武德 普京大义了了 没有躲 俄军的盖世武功露了底 从世界第二强大的军事武装 沦落到二战时 意大利军队的拙劣形象 很让人心疼啊 对于俄罗斯进行动员的后果 美国白宫安全秘书沙利文评价说 俄罗斯以前没有总动员 在战场失利的现在 才开始进行动员 已经晚了 有人说 这次俄罗斯局部总动员 相当于1917年前的俄罗斯 普京的东宫危险了 很可能会发生局部动员 总动员 大规模失败 二月革命的场景 这倒不至于 俄罗斯毕竟是个大国 而且是个核大国 这种局部动员 还不至于鸡飞蛋挡 这次的总动员 倒是很像第一次苏坟战争以后 俄罗斯吃了亏 然后使出更大的蛮力 死了更多的人 在第二次作战中 让芬兰屈服 获得了卡雷利亚地侠 但苏军也没有力量 完全干掉芬兰 接下来 乌克兰的战事 可能会更残酷 现在 普京已经把整个国运 放上台面 赌一把大的 缩哈了 赢了再活五百年 输了卖向矫刑价 两万俄军被水一战 赫尔松 微如雷软 目前 乌克兰战场上 俄军的总体战略 已经放弃了重点进攻 这是俄军第二阶段 军事目标的战略 已经在大部分区域 转入防御状态 这个变化有点不妙 从全面进攻 到重点进攻 从重点进攻 到重新集结 俄军的战略 已经多次退缩 乌军通过 赫尔松的反击 声东击西 趋势结合 集大地调动了俄军 然后 乌军集中力量 在北部的俄军薄弱战线 进行了突破 防左则机右 防右则机左 把内线作战的优势 发挥出来 这表明 俄军的进攻 在总体上处于低潮期 不得不持续释放善意 乌军则实现了 阶段性的战略主动权 丢双方力量的对比 发生了一些改变 乌克兰稍微的处于 战略主动地位 俄军则有点打不动了 尤其是赫尔松市地区 也就是低涅伯和右岸 这里 已经变得跟当初的蛇岛一样棘手 跨越地涅伯河的桥梁被毁 光靠几个门桥和扶桥 根本无法保障 2.5万俄军的作战物资需求 也无法保障赫尔松市 30万居民的日常需求 在9月15日 乌克兰卡拉春水库大坝 被俄罗斯发射的巡航导弹摧毁 昨晚俄空天军的图95 MS战略轰炸机 对乌克兰多个目标 发射X-101巡航导弹 克里沃罗格市 地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州的城市 地处英古列茨河和萨克萨干河的会合处 人口约70万 这里是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老家 他在那里出生 并一直到高中毕业 俄军炸毁水库大坝 主要是为了阻止下游赫尔松州乌军的进攻 横跨英古莱茨河的大坝 被巡航导弹炸坏 导致库容下降 下游河水的暴涨冲毁浮桥 给乌军进攻造成困难 这是也说明俄军在地涅伯河右岸的窘境 竟然需要采用水淹漆军的办法 来延缓乌军的进攻 很多人以为 赫尔松的俄军 坚持到冬天 河水风动 就能随意吃炒 情况就会对俄军有利 恰恰相反 冬天才是赫尔松俄军的噩梦 赫尔松州的冬季不太冷 吃一段的地涅伯河 冬季冰风期很短的 而且冰层强度不够 不足以通过坦克等重型武器 赫尔松冬天的各个水域的冰层都很薄 根本跑不了坦克 而且 比较薄的冰层 以及流动的河水和浮冰相间的状态 相当不利于俄军对浮桥和曹渡门桥的应用 夏天和冬天的浮桥架设要求完全不同 门桥也是 例如图上这种组合式的大型曹渡门桥 在冬季选择渡口的时候 就很难 很多渡口会被冰层覆盖 没法使用 这样一来 冬季时 俄军通过临时渡核措施的能力 会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 赫尔松的冬季 反而对俄军很不利 前几天 还传出赫尔松州的俄军请求与乌方谈判 放下武器投降仪式 应该不可信 这是 一开始是乌克兰武装力量 南方司令部的新闻发言人 古梅纽克说的 然后被各自媒体 添油加速地夸大 原话是 俄军正试图根据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谈判 放下武器的条件 由于穿越低涅薄河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 右岸俄军已经无处可逃 士气低落 俄军指挥官正在寻求任何离开前线的方法 包括放下武器投降 这些话 很可能是乌克兰方面的认知战和离间计 低涅薄河右岸的俄军 可能有小股部队有动摇 但不太可能发生高级列俄军洽谈投降事宜的情况 因为这里的俄军组成非常复杂 有十几个单位 相互之间也没有同属关系 这里的俄军确实有点难 但不太可能阻断投降 因此 乌军的单方面说法不可信 但洽谈投降的传闻显然表明 在低涅薄河右岸的俄军形势非常危险 而且俄军对守住低涅薄河右岸信息不足 预计 俄军极有可能会在今年入冬前后 放弃赫尔松市区 退守到低涅薄河东外 如果俄军撤离低涅薄河右岸 那么就把球踢给乌军了 乌军已经炸了四座大桥 因此 没有办法组织数万人的部队 大规模渡河继续发动攻击 这样一来 俄乌双方就可以在低涅薄河沿岸 隔阂对峙 而且在东岸的俄军 有数万主力机群 后勤系统也相对完善 这是块硬骨头 乌军没有能力进行全面攻击 根本肯不动 从开战以来 俄军的几次大撤退 包括基辅大撤退 切尔尼哥夫大撤退 苏梅大撤退 哈尔科夫两次大撤退 以及蛇岛撤退 都能看出来 俄军不太喜欢进行所谓的 人在阵地在的战斗 如果确实行事不力 俄军会毫不犹豫地撤逃 退跑 因此 赫尔松大撤退 很可能快来了 现在的赫尔松城 就是一个大号的蛇岛 鸡肋一样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赶紧撤退吧 早撤早超声 俄罗斯最好的办法 就是学中国的对于反击战 收缩战线 进行局部防御 通过长期轮战来拖垮乌克兰 在初期 给予对手重创以后 就撤回到有利于战略防御的战线上 然后用唐大里的战争潜力 拖垮对方 对于俄军来说 就是停止进攻 转入整体的防御状态 敦巴斯地区 退守到利西昌斯克高地 赫尔松地区退出低涅伯和右岸 在赫尔松 查布罗热 卢干斯克和半个敦涅茨克州 为一个稳定防御战线 然后调集更少的部队 轮流在第一线进行轮战 同时让更多的部队 在二线处于休整训练状态 这样一来 乌克兰就难受了 中国在70年代末 到80年代末的 十年对越反击战 在初期的雷霆打击以后 就转入两山轮战阶段 各大军区轮流参战 摧毁了越军在边境地区的防御体系 作战思想停留在教训和惩罚的程度 轮战的战术 直接拖垮了当时的越南经济 老山轮战也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反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后越南实在拖不下去了 才主动与中国修好 让中国取得了完胜 相对来说 乌克兰军队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 但攻坚和野战能力很差 如果俄军收缩战线 呈防守态势 那么难题就到了乌克兰那边 如果乌军硬着头皮反攻俄军的战线 在俄军的猛烈火力下 会造成惨重损失 这样一来 当俄罗斯转入内线作战 被放写的就是乌克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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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